Hello 大家好,又到了不坚誠心的時候 今天繼續和大家分享《約翰·牛頓信仰選擇》第七篇 就是《信心的實際影響》也是節六篇 約翰·牛頓說,在日常生活事務上 信心的用途和重要性是不少 信心是未見知事的確具和實底 信心體現福音的偉大真理 以至於這些真理能成為經得起考驗、時間考驗的活潑原則 在曠野的扶持引導我們前行 所以信心就像眼和手一樣 少了就無法讓我們踏實地前進 所以信心的眼和手更重要 亦無法完成任何工作 但愿每位信徒都能好好履行信心的實踐功課 這樣的話,我們就不會遇到讓我們感到困惑的案例 有些人的表現時時都違背我們的期望 因為根據聖經的真實活潑的信心 一定是能夠產生與之相稱的行為 當我們聽見有人很肯定地說自己藉著基督蒙上帝喜悅 亦絲毫不懷疑自己有份於上帝一切的應許 但同時我們又看見他們有未得潔淨的聖情 又有驕傲、暴躁、自負、世俗、自私、粗皮的態度 這樣就怎樣令人不生托義的感覺呢? 所以我們都要留心自己 其實都越想越覺得真是只是個罪人 但都要做一個蒙恩的罪人可以改正得到 好了,接下來我們看下去了 牛頓又這樣說 他說,使道靈魂清義的信心 亦都是從耶穌領受的恩典 而且是恩上加恩 使道心能夠潔淨 行事為人可以與基督的福音相稱 這個當然是來自聖經 而絕大多數人都認為全福音是信徒的特權 但是信徒的特權是指什麼呢? 就是運用信心與上帝同行 以及藉著聖靈的能力去治死這個罪身 一日比一日更加能夠勝過世界和自己 更加能以基督的心為心 這個才是真正的信心 我們所認識所相信和盼望的事 就必須使我們向罪死、向移活 才能夠稱得上是我們一個特權 而任何擁有真信心的人 都不會只求蒙上帝接納 亦都不光是以遙遠的天國盼望作為滿足 他們同樣會熱切地在世上榮耀上帝 並且喜愛在地上遇上天恩的滋味 而信心在實際的運作上 就是以上帝全部的話作為一個目標 並且按照聖經的標準來評估當前靈魂的 所關切的每一件事 就像摩西一樣 行心忍耐 就像看見那個不能漢見的主 這就是希伯來書11章27節的評價 所以我們也是一樣 即是關心什麼 你的心在哪裡 你的財寶在哪裡 其實是騙不到人的 也不能自欺 然後牛頓又說 憑信心領悟到神 仍藉著聖靈會與我們同在 便能夠抑制我們犯罪行為 因為有聖靈會指引我們 即是會約束我們 會教導我們 聖靈也會激勵我們行各樣的善事 並且在遭遇各樣患難時 作我們隨時的幫助 成為我們的避難所 而且那個人 也不單止在公開場合 會表現出敬虔 在私底下和公開場合 他的敬虔都是一樣的 因為他是敬拜一位 在暗中擦看他的主 而且他也會坦然地 將自己的心思意願 呈現在看透萬事的主面前 所以即是說 我們能不能在人 在神面前都能赤露躺開 我們是真的敬虔 還是虛假的敬虔 還有那個人的信心 也會扶持到 他聖過各樣的試煉 因為信心 能讓人確實知道 無論在什麼處境都有主的引導 各樣責打都是神愛的記號 而人所受苦的時間點 或者程度大小 期間的長短 都是由無限智慧所安排的 為了叫人得著永恆的益處 而他的日子怎樣呢 加給他的恩賜和力量 也會有足夠救他用的 所以希望我們也有這樣的確訊 以至我們在受苦 受試煉的時候 我們不自棄裏 接著牛丹牧師繼續說下去 即使是因為肉體的軟弱 在第一次遇見突來猛烈的試煉的時候 人就會大為驚慌 但他仍然會逃往堅固的避難所 思想這個原是主的作為 並且將自己會交回主的旨意當中 而內心等候歡樂的結局來臨 所以即是說 簡單來說 我們雖然有軟弱 有試探、試煉 但我們忍受和靠著主的時候 終於都是神的心願會成就 而信徒的行為 也會因為別人而有所調整 在履行生活中各樣本分和關係的時候 他的主要目標就是要討神喜悅 並且讓神的光照在世上 他不單止相信 亦覺得自己既軟弱又不配 就依靠主的恩典和赦免之外 可以繼續活著 所以他就很容易能夠原諒到人 好像自己虧欠了每一個人一樣 所以這個也是出自聖經 很明顯 你聽到的內容都是某些經文 當然 我相信他的教導 對於信徒也很有重要性和指引性 我們對於這些經文 其實當你認識著一段時間 可能你也想到一些生命的例子 可以去詮釋這些經文 另外他就說了 我們要天天都以信心作為防腐劑 去防止我們去順從這個世上污蔚的世俗 習俗和道理 而信徒雖然是入世 但要是不熟世 因為信他們向世界的引誘和慫恿誇 在他看來這些世上能夠滿足人肉體 和眼目情慾的一切 不僅要避開他 而唯恐不及的罪 而且與他最喜樂的事 水火不相容 你需要有這樣的看法 要與這些世俗不好的邪惡 一刀兩斷 不要眷戀 而最後他說 在必要的事上 這個人是願意融入世界 目的不愛是為了要履行自己的積憤 就是上帝 照他的護理的providence 去量給這個人究竟在世上有什麼積憤 他會選擇與一些敬畏主的人為伴 他從神的恩言、恩典的寶座、恩典的律法 所領受的福 就會讓他覺得世人 他們過著是沒有上帝的日子 所享受的娛樂是相當發味的 彼此之餘亦感到同情 這個就是 見到世人去做的事情 當然是有損他們的心思 有壞他們的心思 當然是不得羨慕 但是恩著信 別人的反對也絲毫不會影響個人 他寧願純服上帝而不純服人 那些暗媚無益的事 就不要跟人去同行 反而要責備做這些事的主內的人 或者一些不信主 如果做得很過分 其實我們都需要出聲 這是以筆所說五章11節的教導 而約翰劉敦說 我並不是要描繪一種完美的聖情 而是想表明那些清人為義 潔淨人心 生發人愛 聖過世界的信心 是應該產生什麼效果 還有 牛登勸我們要常常努力 去追求這樣的心智 要越來越顯出基督福音的榮美 將它作為一個習慣 那些看見自己信仰的規決 而且能夠依然故我的人 恐怕不認識自己 亦不認識自由的本質 所以 牛登在這些事上 提出了很多方面的教導 希望我們都反覆思想 反覆思考 並且按著神 按著聖經的正義去明白 並且淺行